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18日 以前的节目大都是直播 今天这个节目是录播 试试效果怎么样 录播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如果拍摄效果不好删除就完了 直播不行 一下就播出去了 一旦有点讲的不好 闹了笑话 你没有办法补救 各有利弊 今天这个节目来谈谈什么 谈谈习近平身边的重用的人 半军如半虎 习近平现在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现代的帝王了 而且还想像秦始皇秦皇汉武那样 公开的陕西成敌 这个不是瞎忽悠 习近平有这个想法 否则不能整天讲什么中国梦 什么传统文化 忽悠这些东西 他的想法是想在西 在这个陕西 就秦始皇这个地方 这个是在他爸爸这个墓地附近 在这块土地上 变成现代的帝王 西地 然后这个私生子 在为西二世 西三世 世代在传承下去 这宏伟目标 正因为这样 半军真是一样半虎很危险 今天看到海外的这个看中国网站 发表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 他讲到 就是在习近平身边 出现了新面孔 二十大前 习半异动 习近平贴身秘书面撒被揭 就像这些事 就这篇文章 我想和大家分享 分享聊一聊 他的我的观点 也就是说他讲 今天是中共高层的换届子年 届时中共政治局 及其政治局常委 将出现怎样的变化 被受外界关注了 因为既然是中央集权 还想当皇帝 那肯定身边的人 就特别重要了 那么他就讲到了 这个海外大外宣 发表文章 分析二十大 人事调整中的黑马人物 所以这是有一个人的面容 比较这个陌生 也就是职务是什么呢 是中办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孙少训 这个人物出现了 他说习近平秘书 依然神秘 4月14号 他说怎么发现他了 中共官方宣布成立了一个组织 以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为组长 叫19届亚运会 和第4届亚财会工作领导小组 说领衔子谁 就是这个孙少许 以中办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的身份 位列小组成员之一 就这么出来了 这是孙少许 首次以中办副主任兼秘书局长的身份上亮相了 意味着他此次接替了 早在2019年12月就已经离任的 现在担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 李市长的哈里平 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共销社的重要性 习近平要搞计划经济 要是关上国门 这个自立更事自己玩 叫统一大市场 那将来统共统销 所以这个共销合作总社就非常重要了 那就等于把着你这个分配大权的 是吧 以后呢 都得你的有些东西都要评票了 所以拥有绝对的权利 他为什么他的秘书你看 这哈里平就放到这个地方 都给习近平 承担一个重要的人物 就分配商品的权利 是吧 这都是磨掠啊 你看他这个人就是 刚才讲的孙少许呢 就解体他 就成为这个啊 就拿上钥匙了 截至目前呢 中共中央办公厅 这一由丁薛祥领先 中共核心部门 拥有一政四负 就中央办公厅有领导都有谁 丁薛祥打就知道了哈 丁薛祥是中办的大领导 大领导下面还有几个小领导 反正是国家有的是浅 是吧 多设计部门无所谓啊 财政劣质就完事了哈 他讲到一把手是这个丁薛祥 那么除了丁薛祥之外 副手都有谁啊 常务副主任叫孟祥峰 常务啥意思 就是这个丁薛祥要忙的时候 忙乱啊 或者有病啊 或者有事有急事啊 不在的时候 那管事就是孟祥峰了 那就等孟祥峰 应该讲是负责习近平的日常事务 政治事务 各方面事务 后勤啊各方面啊 他来负责 那么胡锦涛办公室主任陈世俊 也是副主任 有人就问 你为什么让陈世俊来干呢 我要告诉你们 这是我分析啊 他这边文章没讲啊 就是什么呢 习近平要处理好和老伴 老干部之间的关系 一个是江泽民 一个是江泽民 朱仲基 胡锦涛 温家宝等等 这是个综合的 这个人为什么留他 陈世俊 一个是他比较老实 根据调查 他可能没涉及到这个 这个令计划反习这个事 是吧 就可能是一个就是 算是一个比较本分的人吧 可能也没有什么腐败问题 比较这个 英雄守旧吧 一步一驱的 反正是这么个人 机器事人 我估计 反正习近平就给他留任 目的就是通过他协调老干部 主要是胡锦涛 因为胡锦涛 部队里边的少将 很多是胡锦涛认名的 这不是小事 另外胡锦涛不太得罪人 所以人脉关系比较好 习近平挺在乎他的 另外他也没给习近平 添太大的乱子 反倒退的时候 一退到底 扶习近平上一马 送一程 那他这么个人 就没什么本事吧 所以就给这个陈世俊的面子留一个 还有一些 当年就是活跃的 给这个胡锦涛当助手的 大部分都抓了 或者出事了 这是一个人 另一个中办调研室主任的唐芳玉 唐芳玉我认为他是写手 就是搞大材料的 因为领导人都需要讲话稿 那肯定也不一定都是他来写 他来协调一下 叫谁写 找人写然后修改 一般来讲领导人是这样 重要的活动的讲话 都是由什么呢 业务部门文人来写的 你比如说如果涉及到 这个文化艺术 就可能是文化艺 文化部 这些笔杆的来写 写完了以后一直送上来 再修改 到这个地方 就中办调研室这个地方来 让他来统筹一下 这个都是很复杂的 一般他是这样的人都是 写作的功力比较强 综合功力比较强 另外还出点子 调研室嘛 是吧 那么就这几个人 那么再加上刚才讲的 这个孙少迅 那么孙少迅 于是这个人就介绍 孙少迅上来以后 要接替隋 这是很大的事 我认为呢 这篇文章没有讲 我认为他之所以 让这个孙少迅上来 显在亮相 事故表明啊 二十大习近平有意 让丁学翔胜一级 丁学翔是非常重要的 习近平基本上挺听他的 你看有的是习近平开完会以后 吓不来了 这个脑袋跟不上了 年纪有点大了 压力太大了 老是扛麦子累的 有时候反应不过来 呆呆地坐在那地方 或者是出丑 只有丁学翔能劝劝的 这个是很有意思啊 我都观察了很多细节 那么丁学翔呢 肯定习近平要好好安排 二十大做什么 我估计可能他缺乏地方的经验的历练 说不定给他放到这个二十一 三十一省的自治区啊 给他安排到地方工作了 那么就有没有可能到这个到上海 可能性不大了 因为他经验不行啊 上海如果没有疫情 如果现在属于和平式的世界 有可能是吧 有没有可能到北京啊 解体蔡奇啊 反正是肯定给找个好地方啊 让他增加点地方历练的工作经验 但是要如果和美国对峙的非常厉害 有可能发生战争 那可能他就得改变主意了啊 那丁学翔恐怕有麻烦 他也不懂战争是吧 那么不太清楚到底怎么用 肯定是想动这个这个丁学翔 换个地方啊 那么最近这个中办不是还进驻了专案组了吗 是吧 这是很有意思的啊 今天这个中央巡视组 还进驻了中办 就证明西平对中办也不放心啊 担心这些人也利用职权 蒙取私利吧 因为你在这个中办混 哪怕你是小龙 也是权力就无限是吧 只要你想干 他不受惠 有的是机会啊 我不太清楚这些人 连不连结 这个事咱们不能乱讲啊 我猜测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的问题 这都是普通人吧 是吧 这坦率来讲 如果你叫我干这么个位置 又喝又好喝点小酒 是吧 这个也可能就犯错 我觉得很正常的是吧 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几个人的分工啊 孟祥锋 给我感觉似乎是综合的 就是人师啊 是吧 迎来送往了哈 这些处理政务各方面 外交什么哈 是吧 因为他这个 你别看这些主任呢 他都具体不干活 下边秘书多着呢 这个总办 我相信可能在上百人 就把这里说 一时二时三时四时多着呢 这个你都难以想象会 多么的这个官僚啊 床上安床 机构重叠 任赴于是 是吧 闲着干嘛 就梳了一些部门 尤其是习近平这种人 就是 眉毛胡子一把刷 什么事都想管 厕所革命 清盘行动 一带一路 什么 匈关心区 他什么都管 什么都管不好 那么就是秘书来管了哈 各个部门 只不过是通报一下 协调 这是很麻烦的事啊 他是孟祥 孟祥风 啊 那么这个 陈世锯刚刚讲的协调老干妈的事啊 比如说老干妈要想出去旅游 离开了北京 离 离开眼皮底下 怕他出事儿 怕他出去乱讲 或者搞什么阴谋活动 可能这个陈世锯就在汇报 在盯住了 是不是啊 那当然还有这种监听系统 那是另外条件 暗线 明线是他了 在协调 你比如说胡锦涛要身体有病了 或者发牢骚了 心情不好 或者要出去度假 那肯定都得经过他 他在跟习近平回报 是吧 呃 他告诉我丁薛祥 丁薛祥这回报啊 那么这个 中办研究刚刚讲是 整大材料的 是不是啊 和策划的 那么这个孙少逊上来以后 不太清楚要补随 啊 假如说是习近平不太信任这个孟强峰了 那就可能他就顶替孟强峰了 我不太清楚他们之间关系 这是我猜测 那么孙少逊是什么人 这篇文章做了介绍 他说 1969年出生的啊 宁夏中宁 中宁人 宁夏来的 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习的 早年在宁夏家乡 宁夏党委办公室任职 拥有多年秘书的经历 那是基层一直一起爬上来的 那肯定给领导领导 一路小跑擦颜观色 八面玲珑 基本上人都是谎话连篇 见人讲人话 见鬼讲鬼话 我见了好多秘书 东山省的秘书 你说我这么讲吧 凡是新闻人物的我都基本认识 是吧 你比如说你追随这个这个田凤山的 是吧 这黑龙江省的书记 是吧 生长田凤山 岳七凤是书记 身边的秘书 大不交道 还有那个 那个你比如说这个吉林省的是吧 秘书是吧 你再还有这个这个 这个辽宁的更不用讲了 尤其是那些小城市的 这个墨河 塔河 随分河 七台河 我都基本的接触那些秘书 那些人都是这个 第一 杀于六许犯马 恶意奉仇 恶意奉承 这是一个 第二呢 这个是这么讲吧 不同程度的存在的腐败的问题 胆子比较大 有的啊 但是他们基本的没有自己的时间 就是随领导跑啊 一般来讲 给我印象 领导如果比较好 这个秘书就比较好 领导坏就跟秘书就坏 这才怪了 我见了好多啊 就和领导一模一样 你比田凤山那个人还是 我认为还是不错的 就是 就没什么本事吧 教师畜生 他秘书也是那样 啊 你要越其风的秘书什么的 他就拧 有些 这个随时 大领导随向随 也拖起来的秘书 那就是 可以这样讲 凤亡毕露 哆哆毕人 是不是啊 也是特别霸道啊 你现在乌文康 乌文康脸皮就往上看了 他在长得很潇洒 个子很高大 卡雷尔会唱的挺好 我和他曾经卡雷尔会唱过歌 乌文康先关到监狱里去了 在吉林监狱里 十五年有期徒刑啊 那么这个 你想车客名 车魂 就是个典型马屁警 抛腿的 给薄喜来的 物色女人啊 迎来送往啊 吃东西送人 请客送礼 迎送往来 行为受 就是这套东西了 什么恶心事都有啊 秘书都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这个孙少迅的个人人品怎么样 不太清楚 那么这里讲呢 这里边那个篇文章内容 就介绍这个孙少迅 说他是从基层上来的 四年他过去担任过什么呢 担任过宁夏地区啊 吴宗市的副市长 那就有地方历练的经验啊 后来调入中办 任呢 中办机关党委副书记记彼书记 你说这里边多么 呃 多么人浮于世 你一个宗办里边还有个机关党委 党委还有书记 副书记 还有纪委书记 人事局等等啊 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 就国家的钱都让这个 这些人挥霍了 是不是啊 所以共党垮台以后 这些钱都省下来 养多少 节省多少这个经费啊 就老百姓的民职民高啊 说为什么老百姓苦 就这些官员们太多了 用官 昏官 贪官 是不是啊 这个像蛀虫一样 这个喝着老百姓血喝 还定点扶贫工作 令到小座副组长 你想 一个宗办 说心里话 你就一个主任 一个副主任就完事了 那结果搞这么多的人 本身就是吃老百姓的血 还搞什么扶贫 就完结子 胡扯 是不是啊 那么这里也讲到这个孙少讯 极有可能在2019年12月 韩李平离开中办秘书局 后顺势调任 你近期担任中办副主任 继续掌管秘书局啊 这就看习近平派这个中心组来是什么意思吧 如果是中办腐败很严重 李克强等派习近平给习近平施压 习近平也不得不做出的姿态 说不定就准备调换一些 或者抓几个 撤职擦办都有可能啊 这很难讲了啊 我不太清楚 这个人上了以后补随的位置 你随意不知道习近平怎么做 反正是半君如半虎 这里就讲到了这个办公室的一些情况 总办下属正厅级职位 13年由前上海官员 时任总办副主任丁学杨接任 15年丁学杨升任正部级的分管 日常事务的总办常务副主任 17年精神政治局委员了 进入党会国家领导人啊 说继续接任呢 总书记办公室主任是否不妥了 他可能要给他安排了 什么角色我刚才讲了吗 不好说哈 说总办秘书局 虽然仅仅是一个正厅级的单位 由于处于中南海的中署 属于核心部门 总办主义历来被称为大逆总管 掌管政令上传下达 说高层领导人重要讲话和沟通等核心机密 地位继续重要 尤其是习近平胆小怕被人暗杀 肯定是特别警惕身边的人 估计过点时间就要换了 是吧有没有可能 说总办秘书局要频繁换岁的同时 其实至今冷疚神秘的习近平机要秘书一脚 常被人胡思 说出身中办秘书局的朱国锋 曾是最接近习的人 他就讲有个人叫朱国锋的 说朱国锋原来被习近平称为外交的谋士 早在13年4月 叫博奥论坛期间 习近平会见外賓 这个朱国锋就不理左右 跟着他以习近平秘书这个名义 以这个身份亮相的新闻联播 说当时的朱国锋和王沪宁 栗战书 杨洁篪 王仪 徐少使 高虎成等高官 坐在一个同一排 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清刚 坐在后排 显示朱国锋拥有相当大的 相当重大地位 外界一度撑起了中南海的新型 说不过15年 10月由于出事了 朱学锋就去职了 调任中华全国联合总社办公厅副主任 保留是正厅级身份 自此呢 就没有报道了 当然香港星岛日报透露 说他之所以出事的原因就是 卷入了令计划的案件 不符合宗产标准 这有可能 比如说对令计划比较重用 那你肯定习近平就怀疑了 怀疑你有什么暗度陈藏 这个都是这样嘛 一朝天子一朝臣 他于2015年10月以前 已经被调离总办了 说梅州旅游网 曾经报道说这个 朱国锋啊 梅州人的交 梅州除了很多人呢 曾仙子也是梅州的 说披露了1973年的 朱国锋是梅州客家人 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政局级秘书 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室的秘书 朱国锋18岁 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毕业后进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秘书工作杂志社工作 25岁 过人大法学硕士学位 后呢 任习近平专职秘书 12年任中央总书记秘书 他这个还不错 就是说还没给他抓起来 可能调离了 这也可以 可万一没什么大事啊 那么令计划 那旧部韩丽萍七校生 先胜后扁 他就讲到 还有个叫韩丽萍呢 2019年12月中办呢 就是副主任 叫韩丽萍 出任中共全国供销总社当中授击 他是中办前主任令计划的旧物 因为供销总社是问题官员 集结地外界指的 韩丽萍遭 不过在丁薛祥掌管中办以后 17年 韩丽萍由中办秘书局升任中办副主任 我刚才讲了 到这个供销总社并不是扁 这非常重要 因为习近平想搞计划经济嘛 对吧 肯定要心服安排这个地方 说是当时被认识 遭大清洗的令计划救护中 罕见的没受冲击 看来他说不是有什么大的问题 那么前中办主任令计划倒台以后 前后执掌中办秘书局两任 不认得王宗田 霍克这些人出事了 可能仅仅追随这个令计划的 对习近平看不起 也的确看不起 令计划比习近平有水平多了 是吧 你这些娃子秘书出身 在共情团的系统办过杂志 是吧 应该从综合素质来讲 比习近平好多了 说王宗田现在2015年被调出中办 发配到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 后来一起严重经济问题 被查了 撤销党内职务了 我估计如果他没派行的话 就证明没什么大事 实在挑不出毛病 就给他免职了 是吧 那么霍克被指问题严重 可能有经济问题 或者是参与这个令计划太深了 终成一阵令计划 就是不理习近平 是吧 那就可能倒霉了 先是2014年被调离中办 以国家留居副局党身份冷藏 一个月以后 被中纪委调离 15年移送司法机关 那就判刑了 那证明他参与了反习的事 是吧 或者秘密的给令计划通通报信 或者两个人以前搞过组织活动 网易中养 是不是 你比如说动不动 骂习近平 笨 小学生的水平 梁家河的书记 挑麦怎能挑动啊 就胡扯 随汇报了 可能就挨挨了 总结网站称 严重违反连接自律规定 收入礼品 利用职务上便利在干部任用 企业经营等方面 为他人牧民收入贿赂 其实哪个不收入贿赂 是吧 只是找到毛病了 为个人牧取利益生气 向他人行贿 他要行贿这个钱就给大领导了 是吧 就不太清楚给的随 泄露党和国家机密 那就可能 比如说令计划和李源潮 曾经搞过民意策略 他们两个 也就在党内会之前 他们两个搞民意策略 想把自己捧上来 这对习近平来讲 就属于非组织活动了 你一旦选习近平 这都内斗 其中受贿行贿 泄露党和国家秘密 涉嫌犯罪 或者干扰妨碍组织審查的行为 就判刑了 你可以看出这个就知道 在皇帝身边 帝王身边 在习近平身边工作很危险 一句话就给你送监狱的去了 一句话给你提升上来 现在不太清楚 习近平对丁薛祥 评价怎么样 我估计可能是他想给习近平 想给他提升上来 但是这些人都 反正围绕着习近平的人 如果习近平得意 等到有一天习近平垮台了 这些人都得倒霉 习近平不可能永远在台上 总有一天将交出权利 所以扮演这个角色是非常危险的 好 谢谢 再见